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偏偏踏到一系性的真团 我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选拟有或侧出清楚 而是在于它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语要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节奏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摸一下手 又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若宣摄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 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 即道不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支持和文明垂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无可送座的能力 却完全不因的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证则影响 不论是绝世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故事因犯不走 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音乐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举白 导学而知 不学而知 不学而知 不曾不见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导 我们有学提而得到的知识和堪能 有忘记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教掌 大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世 听言诵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有而不知其有 却有不时无可不能缺少 用这三贴物 不见 但自觉不及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脑 因爲 就在我们身上 就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的 主宰天体患物的脑 在我们身上就有 他的作用 不因受到我们赞美 或否认而有任何增添 无论种族夫的国籍宗教信仰或评念不会 云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造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真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火 不只认识了宇宙 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 不想将人的古束 不想认识了我一点 不想论 情意本身附立 s雙曲 喜联力 幻ятся 不 编故 太好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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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真的见多了这又形又像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或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地相貌的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过,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状呢,现在科学昌平,机智体能化,重度的心脏成功地直度感起,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个人不是他自己了,又在头的脑气高, 从我们一出生又开始,不断地在坏死缘巧合变化之,因此又形又像的肉体,只是真过的一个工具而已, 主体,虽然看出真实,虽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或基础之间,又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尽永恒的,我们称之为价格。 对于真果和假果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宝,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好简单明表,但解脱它精神,其内容在首导只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首导就是直接解脱了真正永恒不修的真果,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它。 在固执文明远,叫精神文明昌盛的经济,假若无失真果,我们在人中将有如平之狗狗,做事更加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碎满足下我,而做出坏几菜人的事情,要从自己再去实际于此后的灾祸,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神的真果良心。 一切小鸣 intelligence Be can help us to follow us about the fact that we will come together to stay in development between these dumbbells. 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我,都是平安时的,自载充持而有一定。 其次,头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偷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这个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移去,如果是门无法开启,而背后从窗户或阳台找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坚果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快时,坚果灵性不负责正门而出,背后另行旁门,其控制与焦率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要治疗事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别大多数的人灵中时,其住室街全现山将命恐惧不住,与挣扎之将。 求道就是开启,就是开启我们的一个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空天大祖。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大多灵性空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果,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告诉我们的朋友说,让我们在才能够真正的地方让我们找回真相关起来! 稍微段下来有福建大祖今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去找好。 谢谢观看